戏指东山国小九十周年校庆前戏,安排植树以及圣火传递也找回老校友,希望将啊戏指爱乡土的感情传承下去,图观天下有线电视提供分享,戏指东山国小迈入九十周年,在校庆前一天,特别安排一场寻根之旅,除了安排植树以及圣火传递以外,也找回老校友,希望可以一起来见证东山国小一路走来的历史。 以及将啊戏指爱乡土的感情传承下去,戏指东山国小的前身是戏指国小的分校,历经九十年的时代变动以及校友们的努力,才有现在东山国小的规模,因此在九十年校庆前戏,学校特别安排学生将戏指国小的土壤带回东山国小来植树,并且还有圣火传递,象征这份情感可以传承下去。 老校友们也趁着校庆前戏,回来国小一趟,市议员廖正良也是老校友之一,他表示,很开心看到自己的母校九十岁了,而老校友李南国也希望校庆当天,大家都可以回来共襄盛举,一起来看看自己的母校。 东山国小学生也到戏指国小去表演,两校学生的感情深厚,学校也希望透过活动将几代人的戏指情以及爱乡土精神永远流传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